经济部公布了1月份的餐饮业的营业额 突破了36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反观网品去年的获利表现不如预期 年减0.49个百分点只达到10.2亿元 获利负成长 景气回穿经济部统计处公布1月商业营业额 达到1兆2393亿元 创历史第三高纪录 其中餐饮业营业额更一举较去年大增11.8个百分点 达到363亿元 改写历史新高纪录 展现市场消费力道提升 不过连锁餐饮龙头王品去年表现却不如人意 通常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慢的 那么等到调整到比较OK的时候 人员比较适应比较习惯的时候 开店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公布去年财报跌破众人眼镜 主要是因为去年在大陆市场一口气开出28家新店 并同时开创全新品牌 初期营运费用较高 加上国内下半年民众餐饮消费不如预期 导致全年获利只达到10.2亿元 年减0.49% EPS13.64元 对手F美食则社会策略奏效 营运动能强劲 自从去年在执行长谢建南加入营运行列之后 对旗下85度C品牌大刀阔斧进行革新计划 在台湾各地测试的四家第二代门市呈现全新形象 产品超过9成重新设计 新策略确立之后 在大陆美国等市场快速展电 获利可望快速回到成长曲线 分享路关于台北